大家好,我是盛小梅 现在在我的家里面,在洛杉矶,跟你们问安 我们洛杉矶这边的居家令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么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感谢神,我的家人都很平安 但是呢,我周围确实有些弟兄姐妹确诊了 那也有听到老人家过世的消息 心里面真的非常的难过 但是在这个很不容易的时刻 我们也听到很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好像前一阵子呢 美国有将近十万个已经退休的医生护士 他们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们自愿回到医院里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因为医护人员实在是短缺 那么而且也有餐厅的老板 虽然自己餐厅歇业了 但是他们愿意免费提供餐饮给这些医护人员 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一些勇敢的行为 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 大家也很踊跃地捐钱捐口罩送给有需要的医院 也有弟兄姐妹很贴心地准备好吃的食物 来放到其他弟兄姐妹的家的门口 我觉得这些暖心的活动都让我们感受到 特别是看到在这个黑暗的时刻 爱的光芒是这样的耀眼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尽我们所能的来活出神的爱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会因此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 那么圣经上也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也包括这次的疫情哦 都要效力 让爱神的人来得益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的人 那么这个疫情 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宝贵的功课 所以但愿我们彼此加油 都不要浪费了这次的疫情哦 耶稣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